媽寶男 媽寶男 誰 來 來 圓圓 對 我曾經遇過媽寶男 而且我覺得媽寶男 就是會很容易會有婆媳問題 因為就是我之前那個媽寶男 他就是連我生日 他如果他媽媽有問說 你們生日 然後他有沒有送你什麼生日禮物 然後他還要故意騙他媽說沒有送 因為他就是 會怕就是他媽媽會覺得 他有花錢在女生身上 對 媽媽會吃醋 對 會吃醋 所以妳太好了 然後就是會故意 就是可能大家一起吃飯的時候 他就會故意不跟我講話 我想說為什麼這一兩個小時 他都沒跟我講話我就問他 他說因為他就故意對我冷淡 不然他媽等一下可能會生氣 吃醋了 就還有就是可能 一起出去買東西回家 然後提一些大小包 然後到門口的時候他就會推 說妳先拿一下這樣 然後才可以進門 然後我就想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等一下他媽 如果看到他拿東西也會生氣 就是會覺得 我怎麼會讓他拿重物這樣 太愛自己的小孩 也把自己的小孩當成 有一點 把自己的小孩也當成自己男朋友 他覺得好像那個 妳知道嗎 另外一個女人 怎麼可以這樣用他的兒子 對 吃醋了 他都沒有對我這樣 怎麼會對妳那樣 把我的兒子搶走了 這種感覺 對不對 有嗎 對 我跟你講媽寶男 就是其實你也比較想嫁 跟婆媳問題不會發生 因為你嫁不進去 我以前就是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他就是媽寶男 然後呢 因為他媽媽就是覺得說 我們做表演的女生 就會比較愛慕虛榮 然後或是說我們很會花錢 就祭遇他們家就是 想要給男人養這樣 所以呢 他就 他那時候已經25歲囉 然後他是瞞著媽媽 偷偷跟我交往 就感覺很像高中生 他12點以前一定要回到 這有門禁 這樣就算了 他人在家的時候 我們是不能打電話 只能偷偷傳訊息 然後呢 這樣就算囉 然後如果我們兩個在外面 譬如說看電影 看到一半 他媽媽電話來 真的 他必須立刻回家 真的 我那個媽寶男也是 媽媽一打電話說 妳為什麼還沒回家 他就馬上衝回家 我想說都已經多大了 這就不行了 真的 女孩千萬不要 等一下 妳是誰 Hana Hana Hana原本叫Hana嗎 因為我原本叫新影師 因為大家都把我的影寫錯字 所以我就改叫Hana 就乾脆就直接叫 妳會不會以後大家叫妳哈哈 沒關係 好 我要先說 女生們千萬遇到這種人 一定要趕快給他分手 分手 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個是什麼東西 剛剛算是魔術嗎還是 對 那是一個魔術 就是吸管 然後連在一起 然後分開 好的 不是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再變嘛 我們沒看到那個效果 妳可以叫新影回來嗎 可以再來一次嗎 再一次嗎 然後不要再管了 好 那再一次 女生們 還可以再來一次喔 可以 所以說 如果遇到這個媽寶一直在 糾纏妳的話 漂亮… 千萬怎麼樣… 不要再管了 又糾纏到底 千萬一定要給他分開 分手 原來這個魔術沒那麼精采 所以他剛剛才不及時 好…對不起… 好 妳繼續說 好 就是我遇到他 一直要給他媽媽插鼻鼓 就連要跟我分手 也跟他媽媽 叫他媽媽跟我講 蛤 對 這很生氣 這比穿簡訊還好爛 因為我有一天我就發現 他的曖昧簡訊 然後我就質問他 質問他之後 他就直接走到客廳跟他媽媽說 媽媽 這個女生很爛 我要跟他分手 然後 蛤 來了 媽媽就出來 就來處理 然後就先安撫我的情緒 結果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 我兒子也很渣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結果 結果他媽媽就幫我叫計程車 我就這樣子這樣跟他分開了 好爛喔 我感覺他們這一套是有演練過的 之前可能也發生過幾次 這種半家家酒的感覺 我真的也遇過媽寶男 媽寶男真的請你 不要再出現在市面上 因為媽寶男 他們就是社會化很低 他們就什麼行為能力都很低 很像就是幼稚園小朋友 真的 真的 比如說 我那時候跟他在一起 我們要去宜蘭玩什麼的 不是都會說 那個寶貝那妳就訂這樣子 他就會說 我不知道怎麼訂飯店 因為以前都是我媽訂的 他連訂飯店都不會 我有聽過一個更可怕的 超瞎的 我有一個朋友 他那男朋友是媽寶男 他們出去玩對不對 是女生負責訂飯店 他訂了兩個房間 那個男生生氣 他說 妳怎麼可以讓我媽媽 自己睡一個房間 是三個人要一起睡的意思嗎 他還帶媽媽去玩 帶媽媽去 媽媽自己睡一個房間 不行 媽媽要跟他們睡 他可能想要訂那種比較大的 就中間有客廳 然後兩三個房間的那種房型 對不對 對啊 這真的不行 他是沒有帶媽媽來 那太過分了 反正他就是連飯店都不會訂 什麼都不會 導致我後來跟他分手的原因就是 有一天晚上他打給我 他說 欸 寶貝你可以幫我匯個款嗎 我臨時要就是給朋友錢什麼 我說你不會匯款嗎 他說因為以前都是我媽匯 他睡了 我想說你可以幫我匯一下款嗎 他連匯款都不會 我覺得是家庭教育也有問題 因為爸爸媽媽 常常有些時候 他覺得他就是對小孩好而已 可是他不知道說 其實有些東西就是你要教他 或者是 你就要讓他經歷一些困難 很多爸爸媽媽會想要幫小孩子 解決問題 保護得太好了 就是他就是愛嘛 剛剛講到家庭教育這個很重要 乃哥大家都知道 我也跟乃哥工作很長一段時間 乃哥雖然每天都把我罵得像個豬頭 但是那時候那個 乃哥的媽媽還在的時候 每天晚上放晚飯的時候 吃了便當 乃哥一定會打個電話給他媽媽 也沒聊什麼就尬聊 就說 媽媽吃飯了沒有 今天有沒有運動 那個什麼李媽媽有沒有來找你 你們是不是又在打麻將啊什麼 就是這樣尬聊 每天晚上 只要晚上我跟他在一起工作 他都會打電話給媽媽 虛寒問暖 而且數十年如一日 這個很加分耶 好孝順喔 這是孝順啦 這是孝順 對 這不是媽寶 這就很好 所以乃哥 我有講你好話喔 OK 來 再看有什麼樣的特徵 架不得 沒有上盡心 對 因為我自己遇過就是 比較沒有上盡心 就是而且又很愛抱怨 就是我有曾經教過一個 他工作好像到下午一點吧 他就收工了 因為他在他家工作 所以他很早就沒事了 但是他 他的月薪就是等於是一般 就是上班族的錢 可是他就是會每天 就會抱怨說沒錢或是什麼 跟我出去停車費很貴 我就想說我們吃東西 就是已經AA制了 然後他連停車位 該不會也要AA制吧 因為他會一直跟我講 停車很貴什麼的 那妳就坐捷運 沒有 因為他有開車 但是我就覺得很傻眼 然後我就覺得很沒上進行 因為他如果下班以後 他如果再做另外一個工作的話 他不就薪水會比較多 多賺一點 對 但是就是有些人 就是可能下班以後就開始 他就是會一直玩手機 然後都完全沒上進行 耍費 對 這真的很扣分 男生這樣不行… 玉婷妳是不是想講話 對 妳也有教過這樣男生 有 我前男友他就是這樣 而且他是那種整天都會 這個是真的 真的 這個是真的 不是背心的故事嗎 不是 這是我真的前男友 然後他就是 站在自行 對 他有假的前男友 他是我同班同學 然後他就是每天都在家裡玩電 然後從早玩到晚 然後我就想說跟他出門約會 他也不要 他就是叫外送一直叫那一種人 然後就是拿外送也是要我去拿 然後就是有一天我就在我家 他發現了一隻大蟑螂 然後我就哭著打電話說 妳可不可以來我家幫我打蟑螂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什麼 他在玩電腦沒空 然後就掛掉了 然後就放我一個人 就是站在椅子上面 然後看著那個蟑螂跑來跑去 然後最後我就是受不了 我就去敲鄰居的門 叫那個鄰居幫我來打 那鄰居有來嗎 有啊 情女 情女 不是 一個男的 一個女的 情字叫情侶 情女 我怎麼聽人情侶 情侶講一對戰男情侶 對啊 這很羨慕 人家都會打蟑螂 他都不幫我打蟑螂 很好 那為什麼你鄰居也是女生 不打蟑螂就沒有上進心 打100隻蟑螂的就蟑螂亡囉 這個不可能嘛 我覺得打100隻蟑螂滿有魅力的 就很上進 對啊 小良哥 你是敢打蟑螂的人嗎 可以 OK啊 什麼問題 真的嗎 對… 你可以徒手嗎 徒手 那你也拿個拖鞋嘛 對不對 對啊 拖鞋其實就已經很帥 面對你們我都敢了 打蟑螂OK的 有道理 真的沒有道理 我們要跟蟑螂咧 什麼意思 要不然我們比喻比蟑螂還長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好 其實說這個男生 有沒有上進心這件事情 判斷性我覺得沒一個好嗎 要見仁見智 怎麼會用打蟑螂來判斷 標準上進心 男生這邊有什麼想法嗎 對啊 我覺得說沒有上進心 很多時候可能是 家境可能富裕 所以他不需要 他本身也無欲無求 像我遇過一個就是他 我朋友的哥哥 他可能家裡 就已經幫他安排好房子了 他以後也沒有什麼 財務上面的需求 對 他就喜歡打電動 所以他平常可能就窩在家裡 然後有一份穩定 月收入不算低的工作 就這樣就安全的過日子就好了 但我覺得通常會有這樣的問題 都是那個男生 沒有遇到一個 他真的願意為他付出的女生 就是他如果遇到真愛的話 他其實會願意去 這樣也要扯 哇 你講話很高明 就是這些女生都不值得 這些男生們不值得被愛 他要不值得 對啊 你們是哪位啊 他要上進心還要怪女生 我們他會賺錢了嗎 還想看大伯 別想 對啊 來 接下來來看看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樣的特點不能講 慣性出軌男 對啊 這個不行 慣性出軌 大家一字搖頭 完全不能接受 亞棠遇過很多 不是遇過 是有一個一直出軌 然後到最後我們會分手 就有一次就是 我跟他還有他朋友三個人 我們去吃熱炒 然後因為我那個男朋友 他就是本人就是那種白爛… 很喜歡開玩笑的那一種 所以我平常就對於他講一些 很荒唐的話我也覺得無所謂 那一天熱炒店是不是都有酒醋妹妹 就是那種問你要不要喝 什麼什麼啤酒那一種的 然後他們兩個就跟那個妹妹 在聊天在那邊啦啦啦 就自己 然後他們就要跟他要臉書 那個女生就說 你就有女朋友啦 然後我那男朋友說 沒有 她是我妹妹 然後我就小小就 沒有 你好 妳好… 就當下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直男戲玩笑 開玩笑嘛 對 然後就我們那一餐飯就結束了 結果呢過了一陣子之後 有一個人在臉書發私訊給我 他就說 我找不到妳哥哥 然後他已經失聯好幾天了 我很擔心他會不會出事 我想說 我哥哥 然後我就 我就點那個人的檔案去看 就 就是那個酒醋妹妹 然後我就回去問我男朋友說 哥哥 你女朋友找不到你 他很擔心你是不是死在外面 被你抓到了 就是有鬼啊 對啊 所以就跟哥哥分手啦 講到這個 我有聽過一個更誇張的故事 就我有個朋友他是開旅行社的 然後呢 他就有一次遇到一個客戶 他就安排 他交代旅行社說 我要安排我的正宮跟我的小三 一起到同一個度假村 但是你的行程幫我錯開 因為度假村是可以安排各種行程 但你行程幫我錯開 然後不要讓他們就是遇到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真的安排在同一個度假村 然後就那個男生就兩邊都有 都有玩到 那體力很好耶 這難在玩火吧 早上也渡 晚上也渡 太多渡了 這種劈腿的 應該大家都有一些經驗 都不會不受歡迎的啊對不對 出軌的 像以前也是 我朋友是他自己跟我分享 他自己出軌 他女朋友在家裡面 就在家的床上發現有其他 女性內褲 還有嘉明的內褲 女生的內褲這樣 結果他那個女 他女朋友就質問他說 這個內褲是誰的 結果他就直直的看著那個 他的女朋友跟他說 這是我媽媽的 可是我知道你不會姓 我也遇過 我是個媽寶 我媽媽會陪我睡跳 我覺得這是你的故事耶 他獲出去了 我真的可以遇過 他用媽寶這件事情 最比較輕 對 去躲劈腿這個罪行 太厲害 因為我是魚果一模一樣的 他是跟我說他媽媽的那個性感 內褲不敢給他放在他那個家 然後給他爸看 他放我這邊 怎麼會 超會的 為什麼不給爸爸看 他說因為我就是想要給他驚喜 所以先放我兒子這邊 超奇怪的啊 一模一樣 對啦 所以這個都不行 理由很多 理由很多 都是藉口